如今其实疫苗接种率是非常踊跃的 由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他规划的疫苗预约系统即将正式拍板上路 那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了 预约系统将会在明天上午 全国防疫会议进行讨论 那会后呢 这指挥中心制止会将会说明一下SOP 那另外呢 由于需要行政人员协助 所以也会安排教育训练 并且会先在金门 还有连江 澎湖做讨论 由于这三处地方规模相对比较小 所以可以直接在医院做登记事本 事实上现在网路上面出现非常多的谣言 比方说呢 就说这高雄市政府呢 强行要征收国军弟兄的莫德纳疫苗 批评说呢 这国防部长官没有肩膀 自己打完疫苗就不顾其他弟兄的死活 对此呢 指挥中心呢 跟高雄市府都做驳斥 表示这些是乌龙爆料 因为呢 这高雄的疫苗施打是爆量 所以呢 是透过中央紧急调度 闲置的疫苗资源做运用 属于呢 在疫苗的周转 那五号呢 高雄在收到分配的疫苗之后 半天内 其实就直接归还 所以网路上面的指控 根本是子虚无有 中央分配给国军的疫苗 已经从上个月中陆续开始施打 网路上却出现网友留言 po文写说 国军弟兄的莫德纳疫苗 居然还可以被高市政府强行征收 怒皮国防部的长官 到底还有没有肩膀 自己已经打完疫苗 难道就可以不管其他 还没打疫苗的弟兄死活吗 下方还有人留言写到 绿色是可以被原谅的颜色 那块布才不会管国军死活 对此中要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回应是疫苗周转 没有强行征收的问题 高雄市府更是言辞搏斥 是乌龙爆料 因为高雄一到四号疫苗接种人数 多达七万六千五百七十九人 七月一号获得的疫苗只有七万两千剂 出现缺口才会写请中央调度 显置疫苗资源 这个部分我们会依据现地的状况 会先挪用一些这个疫苗去接种 那这个部分本来就是在中央跟地方 合理的一个调度范围之内 在双方的一个合一之下 我们在半天之内 今天获得了疫苗的波附 早上八点半收到之后 在中午的时分 我们都已经将所有的疫苗 归还到各个的疫苗库里面 针对这样的小消息 市府也呼吁大家不要以鹅传鹅 以免触发 记者组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